是吳敦毅 真正有意願參選的總統 我難道不會選擇 在去年11月24號 當天晚上所有開票有的結果 在全體黨員同志跟同胞愛護之下 我們22個縣市長贏得了15個縣市長 難道我不會選擇那一種大局算是贏定的情況 我才宣布競選嗎 為什麼我不會去宣布競選 是因為我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意願 我作為主席有責任要推舉 剛才我講到的品德操守能力經驗 無懈可擊而且最有勝利機會的人 那代表中國共同黨贏得政權 重返執政 定格 真的真的 結果吳主席他這番話我相信解釋了很多很多的疑慮 同時同時也會解決很多很多的問題 今天黨主席我們最怕的是有私心 這個私心絕對不是要顧及朱立倫的感受 或是要顧及王金平的感受 主席如果有私心一定是顧及我自己的感受 但當主席不選了這個私心不存在了 是不是推出最強人選這件事情會更有譜了 真的幫主席按個讚 我想剛才看到在中常會上 吳主席鏗鏘有力 這樣說出他的心境 因為這段時間他一定是相當的委屈 很多人說什麼他在捧行 卡豬 殺亡這些等等 我相信他的心境我們可以想像 剛才那段話絕對是在中國國民黨黨史上面 會留下紀錄 也在中華民國總統競選史上面會留下紀錄 那說真的 當剛才又正講得非常對 當大家有些人認為你是制定比賽規則者 但是你有可能下來做比賽 大家有這個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的 有色眼睛戴著的時候 看這件事情怎麼看都是偏頗的 都是認為有色的不是無色的 但是今天他的這一番話 很清楚告訴大家 你們太小看我了 那今天他沒有讓自己成王 但是他今天出來造王 扶容著 我必須說他剛才講的這一段話 解開了很多 對於他有不同見解 或是有誤解 或是有不同想像空間人的疑惑 也讓各位看到了國民黨 今天的主席是這樣的無師 他不但去採米油鹽降作茶 他去這個去打點這些事情 他是就沒那麼生 他想要找一個真正能夠 把這個國家勢力好的人出來 代表國民黨參選 可是呢也有很多人認為說 你在講的就是你自己 某一個角度來講 操守能力這些也是在對他一種肯定 可是大家都怕 你講到的萬分之一是你 還好現在那個萬分之一的一 絕對不是他 所以我覺得這是好事 真的吳主席高大威猛 看起來是放下了 看起來是願意承擔了 這個造就或留下的歷史定位 會是完全不一樣的 跟你堅持己見或是 我有一個夢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歷史定位 好既然現在主席已經話講得很清楚了 他沒有意願要參選 我要問有志的是 那就直接啟動徵召啊 可以了吧 可以了吧 你都沒有要選啦 今天中長會接下來就是直接處理啦 他昨天在跟我直播的時候 其實已經透露這樣的訊息 但今天很多人問我不能講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是他自己本人講 他自己也講了啦 他本人講才是 但是昨天那一句話其實就透露了 裡面有一句話就講說 如果我要我1124那天氣勢正好 我早就可以要了 對 你自己是媒體人 你幫我想一想 如果那時候我宣布 萬人擁戴一勝利 然後我好 總統好我也出來選總統 是不是最好時機 我說對啊 如果我沒有這樣子做 那你代表我現在怎麼想 我就 我大概就知道有聽到 你聽出這個意思 那今天同樣一句話再講一次 那另外一個氣氛是 昨天我們也有很關心 大家在問他啦 那他的幕僚是怎麼說 那幕僚是說 在吳主席這幾天以內 如果大家都做過人家部署 老闆會交代你做工作 你就可以知道老闆在想什麼 對不對 我說那老闆交代你們做的 大部分是什麼 他說八成都是為黨在做的事情 只有兩成才是幫他自己去宣傳一些東西 八跟二這樣的比例 所以他認為老闆一直在為這個國民黨 要做一個什麼事 而不是為他自己做一個什麼事 然後我說那到底會不會要 那他們給我的兩個英文字 叫Too late 為時已晚 所以在這樣的氣氛下 我大概知道應該會 應該會有個這樣今天這樣的宣布 只是我不曉得會那麼快 我本來想像應該是韓國瑜回來 因為他昨天有講 任何的事情在等韓國瑜回來再說 那我就想說 是不是連他自己不選 跟韓國瑜要讓他出來 會一起在韓國瑜回來宣布這樣的事情 這樣就沒想到今天開始這樣 你現在如果去網路上看 全部都在按讚 每個人都說吳主席尊敬你 吳主席感謝你 吳主席尊敬你 剛剛佑正講 他突然之間變巨大無比了 不只是他這個人巨大無比 從今天開始 他個人的權力也巨大無比 因為沒有人 可以再對他說三道四了 沒有一個人 包括要選的這幾個人 沒有一個人才可以酸他了 你去Google吳敦義這三個字 你可以看看這幾天 到底都哪些人在酸他 那些人一個一個去把他點出來 他們就像剛剛明義講的 這幾天很多人在誤解他 很多人對他有不同的評價 可是當他這個宣布完之後 你再回看 不要說是這幾天 光10分鐘之前 還有人在媒體上置入 在酸吳敦義 趕快走吧 趕快走吧 他今天一出來之後 我告訴你們 我自己會走 而且我不是要走 我是要做一個更大的事情 我今天吳敦義 展現出來是這樣 那我要看到另外一個是時間點 他時間點選得太妙了 在韓國瑜在國外的時候 他今天選說我不選了 某種程度 是無下含上的意思味道 很明顯 就是我在國內 我先講我不選了 這個時間點 在韓國瑜踏進國門的時候 你想會有什麼樣的發酵狀況 暴動 吳敦義都不要了 那你們其他人呢 那韓國瑜是不是順理成長 可以起來了 我覺得他時間點選得非常的精妙 很準 不愧是國民黨黨主席 我也恭喜各位 你們選出了一個好的黨主席 在這樣的歷史流明之下 如果民進黨 這個中職會上面 吵吵鬧鬧 延長初選 甚至還有人要用政治倫理來卡初選 或者有人在 我跟你講 國民黨跟民進黨高下立判 在2020的選舉不用選了 所有國民黨在吳敦義這樣大公無私的狀況之下 每個人會看這個黨主席 怎麼這麼巨大 那民進黨怎麼這麼渺小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氛圍 這時間點 我可以復合講你一句話 你剛才調到他的周邊人說一句too late 我覺得那是個人的感受 我們接觸吳敦義的比例 跟機會非常多 包括他最核心的周邊人 沒有一個人聽過吳敦義說我要選 當然有一個萬分之一的這樣說法 如果吳敦義在公開私下 不管是外圍或是非常核心的人 只要他有開口跟人家說過 我要選 還是你把他打三天 他今天會被打臉 你找不到破綻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他講出這句話 真的曾經在網路上也好 公開私底下也好 對他人格做批評 對他的心胸做攻擊 或者是對他有所不信任的人 其實要給他一個溫暖 真的要給他一個溫暖 那我也很佩服你 我剛才來之前我看到 我就說你昨天這個 到底他吃不吃到 我以為是擦槍走火 既然你昨天吃到 你可以手果如瓶 讓他自己說出來 我覺得老天爺在眷戀台灣 讓這一步這樣往下走 我們可以順多了 希望民進黨也能夠 讓我們看到一個好的結果 議員 對不起我打個岔 現在主席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朱市長已經表態了 真招我就支持 但有個人 王院長還卡在那兒 主席是不是應該第一 立刻跟王院長進行溝通 第二就我剛剛說的 立刻馬上就可以啟動 所謂徵招的機制 如果王院長這邊溝通好 或者是讓他可以接受 其實講白的 今天主席的權力 當他弱錘的音響 他就可以徵招 他本來就有這個權力 或者是說 他今天看到四個太陽 三個太陽兩個太陽 當他們同上個舞台雷台在打的時候 我是裁判者 我已經告訴你 我不會下去打了 可是我覺得你們太懸殊了 他今天打得鼻心臉腫 甚至你上去你會體無完膚 我可以直接沒收這個比賽 我覺得停就是你了 代表我們出去比賽 因為已經太懸殊了 今天如果吳敦義做一件事情說 對不起我決定了 徵招韓國瑜 我跟你講也許王院長的支持者 會不滿意 但是沒有一個人說 吳敦義是實行 可以接受 那我們的那個朱立倫市長 說真的不管是再怎麼樣 我跟你講他一定心裡面不是滋味 可是他很有大氣的說 我兩個權力 徵招權力支持 初選我就權力以赴 我權力以赴 這樣子狀況 我真的聞到那種味道是 能不能加和萬事新 拜託王院長 拜託王院長 您跟我們吳主席 用你們高度的智慧 走過那個橋吧 好好的橋一橋 讓我們的主席能夠 讓我們的主席能夠 做一件事情是 全民接歡的事情 這個事情 這個明義哥講的比較是 主席是有點被動 就是說 希望王院長如何如何 但我覺得今天主席 拿出這樣的氣魄 拿出這樣的魄力了 不用管了 民氣可用了 根本不用管 對不起不是說王院長不重要 絕對不是王院長不重要 而是 如果因為一個人卡住一個黨 意義不大 所以也許我們要考量到 王院長的感受 跟他的想法 能溝通就溝通 但如果不能溝通 主席是不是 你魄力都已經拿出來 就再多拿一點吧 不管了 我們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其實民氣可用 除了魄力拿出來 今天不是有說中常會裡面 包括姚江林幾位中常委 有可能說 直接提案 這個不要初選 然後改用徵召 我覺得在中常委 如果中常委提出來這個案子 直接中常委就提出來 如果要送這個 這個黨代表 或者是中央委員 我們都是中央委員 我絕對通過 我同意我贊成 立即召開 包括臨時中全會 或是臨時黨代表大會 都OK 臨時全代會 或是包括中央委員 臨時召集全部開會 這麼重要的大事 在場我們兩個都是中央委員 黨代表 幾乎我碰到黨代表 幾乎都贊成啊 大家都說徵召韓國瑜啊 那就全體一致啊 就臨時全代會 趁著民氣可用 打鐵趁熱 那就配合 吳敦義主席 他也宣布說他不選 那就由他無私的主席來徵召 然後全代會 臨時全代會 或是臨時的中央委 也全部的開會 那就這樣通過 當黨議跟民意都結合 整個民氣人氣 都是這樣子的時候 不管黨內還有誰 有這些雜音或反對 你面對一個黨跟一個人 或是一兩個人 你要怎麼樣子 去做這樣的一個去阻擋 或者是 當大家從上到下 同聲以氣的時候 大家就會比較出來 而且馬上就看得出來 這個時候團結最重要 所以我呼應剛剛 這個民意大哥講的 不管你是要過那個橋 或者是到時候 怎麼樣的一個溝通 都希望趕快把這些事情 塵埃落幕 往前看準備打仗 嗯 這個